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PAY TV 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3号星期三 今天油的价格是 $37.79 金子还是 $1731 小麦和米的价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牛肉和瘦肉猪的价格也是很平稳 今天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价格是 $7.1-$7.2 现在有一个根据纽约的安保公司 它现在爆料 它说近期突然纽约涌入了大量的黄金 这种黄金的数量前所未有 保安公司都对黄金24小时的保护 为什么金条疯狂的涌入纽约呢? 就是因为黄金的现货和它的期货出现了一些价差 金融市场上每天交易几百亿美元的黄金 但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在伦敦,苏黎士和纽约的金库中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的话 黄金的供应链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来南非,阿根廷,加拿大的黄金生产国 被迫缩减或停止开采 瑞士的经验厂也关门了 随着航班的停运 物流环境也遭遇了冲击 所以15黄金的短缺让交易员担心了 所以导致了黄金价格大幅的飙升 价差一度达到了70美金左右 很多人看到了这种现货和期货之间的价差 出现了套利机会 所以他们买入现货黄金,卖出期货 希望从中获利 4月份瑞士出口到美国的黄金 它的价格暴涨 它的现货量达到了111吨 交易员认为 黄金的期货现货价差 所以大量的银行就不愿意持有大规模的 纽约黄金期货头寸了 因为持有期货头寸 导致账面亏损超过了数千万美元 所以目前看 根据美联社最新的消息 刚刚获得了一些情报 结果发现世卫组织 居然演出了无间道 根据世卫组织内部的资料显示 中国经常夸耀自己 是因为他说他很早就向世卫组织提供了 冠状病毒的基因屠夫 但实际上 世卫组织说不是这样的 他们发现这个图谱 公布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慢 文件也显示 中国又拖了至少两个多星期 才向世卫组织提供了有关武汉肺炎患者 和病例的具体数据 文件也显示 世卫组织公开赞扬中国 只不过是在尽力哄骗中国 以便从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世卫组织早就知道中国没有提供足够的数据 使他们对于传播速度 和对其他地方做出风险做出评估 耽误了时间 根据社卫组织掌握的信息 是非常有限的 显然 由于他们掌握的信息有限 就无法对全球的疫情做出一些规划 现在 他们也说 甚至在中国的电视台播出前15分钟 他们才知道相关的疫情的信息 我们知道 人们需要不断的验证 小心翼翼 要认真地审视这个世界 因为现在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严格细致缜密的思路上 我们知道 人最能提高每个人认真能力的科学概念 就是双盲对照实验 2011年的4月30日 是欧盟规定的植物药生产企业注册的最后时间 而中国的中药厂没有完成任何一家注册 这就意味着中药在欧盟市场上全军覆没 从此之后未经注册的中药 不得在欧盟市场上作为药品销售和使用 同年英国药品管理局发布了中药的毒性报告 这个法令在2014年4月底就开始实施了 很奇怪 为什么中国在西原传中药 而欧盟还包括英国在拒绝它? 欧盟的规定是 它是要求所有植物药生产的企业 在2011年的4月30日之前完成注册 否则就不允许在欧盟境内销售和使用 而欧盟规定的这一注册程序 也是一个简化的程序 他们已经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地区的传统植物药网开一面了 不需要进行安全和功效测试 只需要提供应用年限证明 证明对它声称的病有疗效 但是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 这么一个简化的注册程序 而中国企业也没有一个能够完成注册 怎么才能证明药物有效呢? 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从先后发生的事件的总结出规律 到了秋天树月变黄 到了冬天水就结冰 但是树月变黄和秋天到来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 海南的冬天也不结冰 这种习惯的推理 在大部分时间是起作用的 让患者吃下某种药物 或者进行某种治疗 到底能不能痊愈是不是因为这种药的原因? 不知道 我们从来没有亲身体验或者亲自证实这种因果连接关系 人们总是看到两个相继发生的现象 所以一切的因果关系都是值得怀疑的 举个例子 攻击叫了太阳升起 但是攻击叫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原因 所以一切世间的因果关系都需要重新审视 在1789年的时候 在法国的巴黎学派 他们主张治疗不能依据传统古典理论和盲从权威 而且要观察事实 做出推理和决策 所以他们第一次引入了对照组的概念 人们发现 有些疾病无需治疗也能痊愈 比如口腔溃疡感冒等等 有些疾病即使病人在吃了安慰剂以后 在心理暗示上也能很快的痊愈 所以他们使用的这些药物和疗法 理论上都是无效的假治 疾病自愈和安慰剂效应的发现 使人们对药物和疗法的有效性的确定更为谨慎 首先人们把一定数量的病人要随机分为三座 为什么要大样本呢? 统计学的大数原则告诉我们 样本越大统计越果越能稀释掉那些特例 也就越能逼近真实的情况 为什么要随机呢? 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病人由于病情轻重 而导致的痊愈效果阶段性的差异 所以经常分为第1组是对照组 不做任何治疗 观察病在没有治疗情况下的自愈效果 第2组是安慰剂组 给病人吃没有治疗成分的假药 用来观察病人的心理对疾病的影响 第3组是治疗组 给病人吃真药 来观察这种药物的真实治疗成果 当然病人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组 所以根据结果统计 只有第3组的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前两组 才能证明这个药物和疗法有效性是真实的 但是人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实 假如参加治疗的医生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组 出于自己的主观目的 能自觉不自觉的对病人产生暗示 又或者 如果出于治疗组 医生可能会更加细心 从而使3组病人并不是处于公平的位置 这些来自医生的主观偏见 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所以人们又改进了盲测的方法 他们把医生的眼睛也蒙起来 所有的数据都加密 连医生也不知道自己身处哪一组 由第3方来进行检测 让实验更加可观公正 这种大样品 随机双盲测试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 有效的疗效的装饰 无情的砍掉了很多的虚假疗法 不管这种疗法有多深厚的文化支撑 总之 无效就是无效 打个比方就跟买苹果一样 你买一箱苹果 如果王博说苹果很甜 你要一个一个挑过去 你越挑了更多的苹果 说明你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你把整箱的苹果放开一遍才放心 但是你没有时间 或者王博也不让 你检验的越多 整箱苹果越好的结论越大 这就是大样本的意义 但是高明的消费者可能会货比参加 比一比才发现是不是更可靠 所以这就出现了对照的意义 李博拿出了10个苹果 王博也拿出了10个苹果 但是王博的苹果好 李博的苹果差 但是需要买主随机挑出来 经过这种比对以后 作为旁观的第三者 如果你以为李博的苹果好 可能也上当了 因为这个消费者很可能是李博的错 所以你一定要让随机选出的20个苹果 由第三方来标号 现在不但消费者不知道 连王博李博自己也不知道 哪个苹果是自己的 最后得出的结果才是真正客观可靠的 这就叫做双芒的意义 所以西药需要检验 中药也需要 同样有很多人说我吃了一副中药要好了 这种病能那么快好吗? 比如说我曾经得了什么病 就看了什么中医 吃了什么药以后 不才好 所以这些人都是把前后关系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 由于中国人向来缺乏逻辑训练 即使是有一些高学历或高迷茫的人 都难免掉进逻辑现场 更别说普通人了 正实情况是很多的疾病可以自愈 以感冒为例 感冒属于不治之症 就是说目前没有找到任何治愈的办法 西药可以缓解症状,但不治病 但感冒又是典型的可以自愈的疾病 过一两周自己就好了 在感冒自愈之前 如果你喝了中药 BALENGEN 病好之后你就以为 BALENGEN 治好了你的感冒 有的人喝了 BALENGEN 以后当时觉得好多了 也许可能就是因为那碗热水的作用 以及你的自我暗示 大部分疾病像感冒一样都可以自愈 不能自愈的病也不可能让人灭绝 所以享受最好的中医药服务的皇家弟子 他的死亡率比正常老百姓还高 乾隆皇帝的27名子女平均说明24.2岁 道光皇帝时代皇室未成年的死亡率是45% 这么高的夭折力可能就以滥用中医药的毒副作用有关 所以如果人们对中医药也来做个双盲对照实验 他们就往往以自成体系为借口逃跑了 在中国中医药竟然可以不做大样本 随机双盲对照实验 还可以大行其道 但到了欧美就很不容易了 欧美一种药要上市 包括理化,生物,微生物,药理,临床实验等各种资料 即使欧美04年开始 相继对于中医药放宽门槛 但是还是没有完成大样本的双盲实验 即使他们这么做了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种中医药能够成功的闯关 中医药在欧美只能被当作普通食品出售 不得标榜任何疗效 中医药的支持者又拿出了我们自成体系的借口 但这是典型的诡辩 你可以说中医药的理论自成体系 中医药的手段自成体系 甚至中国人的身体自成体系 但唯独不能说中医药的疗效也自成体系 疗效只有有效和无效两种可能 你的中医药要么有效要么无效 用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双盲对照实验可以让有益无益的骗子现行 世界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 道金斯他认为 最能提高每个人认知能力的科学概念 就是双盲对照实验 如果所有学校都教其学生如果去做双盲对照实验 我们的认知方法和能力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提高 第1,我们不会从零星的译文中得到结论 我们会学会怎样评估一个貌似很重要的结果 其实只是偶然发生的可能性 第3,我们会学会排除主观偏见 知道主观偏见并不意味着不忠实或者不公正 他对于打消人们对于权威和个人观点的崇拜 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4,我们是学会不再受骗于顺势疗法 和其他假冒医生的江湖骗子 让他们失业 第5,我们更学会可以广泛的使用批判性和怀疑的思维来习惯 这种不仅会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 说不定能拯救世界 你了解了这概念 我们就能识破鲁迅所说的那些有意无意的骗子 我们知道鲁迅年少的时候 他的父亲得了重病 结果就是由于中医耽误了救治 使他的父亲过早去世 这件事深沉刺激了他 他由于家道没落,常见人间冷暖 所以立志要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去学医生 鲁迅在近百年前就说中医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在人们进行了双盲对照实验后 我们就理解鲁迅为什么这么说 双盲对照实验 让有意无意的骗子 不能再把人们的心理当成自己的法律无边 不再把人们的自育能力 说为自己的医术高病 当我们理解双盲对照实验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就不需要再想着依赖那些看似博大精深 实则非常玄幻的概念 这就可以实实在在的指导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所以中医是不是有效 那就用可靠的验证数据来说话吧 其实为了让中医要产业冲出中国 实现全球市场的经济销益最大化 其实中医药的厂商和研发机构 在2004年到2001年已经竭尽所能了 中国有众多的中医研究所 中医协会,中医院 中医大学,中国 但是并没有一个纯正以中医来做的中医院 科学是一套方法论 照着做就是科学的 不照着做就是不科学的 而中医没有照着做 那么说它不科学是非常客宽的评价 而不具有贬义 医学首先是一门技术 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谈里面的文化积淀 而不是反过来 重点是如何把这些有用的东西 从中医中大量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里面挑出来 我们知道现代医学当然不完美了 但是行政医学的研究方法给了它进步的可能 科学的方法给它提出自己错误的可能 而对比中医 现在来有什么理论来证明是错误和提出的体系吗? 有什么样的本领让人们相信它呢? 药物都是通过对照测试才认为有效吗? 其实并不是 但是无法通过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无效的 事实上1960年FDA的科学检测系统出现后 美国市场上的30多万种非处方药 被砍的七丁八落 所剩无几 药物的疗效是通过随机对照 双盲实验确定的吗? 也不是 药物的疗效并不是通过单个的RCT来认证 而且还有更高的检查标准 至今没有一粒中药能通过双盲对照实验吗? 事实上中医 不要说双盲实验 连起码的统计分析都没有 这里要区分中药和与中医有关 现代药物的概念 中药就是自古传承下来的精花 有这种药性和配物都按照传统 目前为止只有复方单身低片 通过了 FDA 的二期临床 但真正能够说明 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大样本的 三期临床试验 也仅仅证明 复方单身能够对某种特定的疾病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但不能证明它对其他的疾病也有效 更不能证明中药都有效 也绝不意味着 FDA 认同了中医理论或者中医体系 它只是承认了某种中药 至于这种中药 要治疗什么疾病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副作用 都必须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来检验 有人问没有中医 你的祖先怎么治了病 他们怎么活下来的呢? 今天看着很寻常的肺炎,肺结核 腥红热,利己,白猴,流感 当时都是致命的 还加上难产和瘟疫 1949 年以前中国的平均寿命没有超过35岁 世界来说也没有超过47岁 面对这种情况终于并没有什么办法 而直到了1985年 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提高到了62岁 而中国提高到了69岁 这本身就要归功于现代医学的发展 由于抗生素,公共卫生和疫苗的普及 死于细菌感染等疾病的人迅速降低 大大改变了人们普遍短命的局面 所以当你想要询问那些 吃了一剂中药治好病的人 你先学习一下什么叫做幸存者的偏差 历史上有没有人尝试废弃过中医吗? 鲁迅说中医只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 对于无意的骗子来说 日本自明智为新1868年起 历时30年它废止了汉方医 日本没有独立资格的东阳医或者中医 凡是医生必须取得西医的指导 中医的阴阳五行 现代医学 生物化学,卫生物学,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 病理解剖学和病理生理学等等 有人说中医在中国5000年历史中存在下来 没有消防是不是它有存在的道理呢? 存在即合理 就是源自于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的错译 事实上付诸传统是一种典型的错误 理论上说是因为某种原因 阻隔了发现自身错误的可能 蒂辛说曾经延续了上千年 只是人们意识不到地球的公转而已 中医流传千年 是因为古代医学的水平不发达 一直没有跳出 治病的错觉而已 现在 到底对于中医的认识 要不要使用大样本的双盲实验呢? 如果你想要证明 你这个中药能够在欧美销售 能够有效 一定是要做这种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 同时可以剔除所谓的江湖骗子的有效的方法 我们知道荷兰的光刻机有10万个零件 其中有没有中国造的? 有的网友说 你不卖我光刻机 那我就不卖你里面的零件 这个光刻机上有10万多个零部件 到底有没有中国提供的重要部件呢? 是不是中国可以反制荷兰 逼迫才卖给中国光刻机呢? 不幸的是荷兰顶尖光刻机里 没有中国提供的重要部件 第2,光刻机比原子弹还难造 它是世界顶迁技术的蕙翠 是个综合学科 ASMO 的最新的极紫外光的EUV光刻机 全世界只有ASMO能生产 荷兰的ASMO公司在光刻机领域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它能够生产7nm的CPU 世界上只有一家BO分号 市场份额100% 世界主流处击处理器都开始进入7nm行列 想要生产就必须买ASMO 的光刻机 它的价格自己说了算 不贵,1亿美元一台 但是你拿1亿美金来买 要看ASMO 的脸色 他们肯定不会卖给你 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 你拿个1.2亿美金 不在华夏 可是他们已经卖给了台湾十几台了 最顶尖的光刻机 甚至比两弹一星还难造 是全世界顶尖技术的蕙翠 光刻机被誉为人类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有人形容它 是一种集合了数学,光学,流体力学,高分子物理和化学 表面物理和化学,精密仪器,机械自动化软件 图像识别的高技术产物 10万个零件 每一辆汽车大概只有5000零件 所以说尖端光刻机的制造 不简单 根本不是一国之力可以行的 荷兰不行,美国更不行 在一台尖端光刻机上 你会看到全世界各国顶尖技术的蕙翠 德国的蔡司镜头 日本的特殊复合材料 瑞典的工业精密机床技术 美国的电源等等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所有的技术 在这个光刻机上 现在的高端光刻机 本身就是很多国家共同合作的结果 可是中国不在这个机器内 光刻机真的是比两单一型还难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 空喊爱国口号是没用的 他们确的是人才是技术 你要天天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解决不了一个真正实际的问题 光刻机是荷兰的 这些基本上是中国国内无法获取的 是科技实力的差距 是工业基础的差距 它集成了10万多个零件 很多都是世界的顶级技术 每一项都是被中国国外垄断的技术 涉及好几个大科学领域 中国如果有能力造出来 就意味着中国科技方面 本身就是方方面面碾压世界 换句话说 即使今天把ASML的技术人员 专家请到中国来 甚至给中国样机随便拆 给图纸,给工具 还是造不出来 瑞典的轴承美国的电源 德国的蔡司镜头 你能拿到吗? 所以大家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一个处境 一个懂菜谱的厨师 没有好的食材,没有好的吹气 想做出上等的加油 太难了 自力更生,反发促乡 这8个字对中国来说 像是基因一样的刻在这个学业里 中国本身需要扎扎实实地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 走自己的科技发展道路 中国的科技创新 中国的教育 需要加上油了 派TV 欢迎订阅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